哈喽大家好,我是电影频道的主持人罗曼 那现在在我身边这位就是青年员刘浩存 浩存你好,和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打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刘浩存 马上要迎来新年了 所以说我们电影频道让我来代表我们单位来给你送三份新年礼物 三份新年礼物不是一份 那我们就话不多说,先打开你面前的第一份好吗 好的 它这是什么了吗?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展示一下吧 你看到这个应该很亲切吧,对吧 对,它是一个电影胶片呢 其实说到胶片的话,就自动会想到张艺谋导演 因为他真的对胶片有一种情怀,有一种非常爱的情缩 所以说我也特别想知道张艺谋导演在你的 你觉得在你人生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我觉得张艺谋导演他算是我的老师 也算是我的伯乐 算是我电影表演开启的一个领路人吧 我觉得我很感谢张艺谋导演 很喜欢啊 都好熟悉,拿在手里一直在把玩 其实之前采访过很多的演员 相信在中国大部分演员能够和张艺谋导演在一起合作 是一个梦寐以求的事情 所以说跟他合作 你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最大的收获就是在表演上吧 就知道什么是表演 然后剧组生活是什么样的 然后跟导演也不仅仅是学到了表演上的东西 更多的是学到怎么去做人 然后导演他就是对我来说是领路的人的一个状态嘛 所以我很开心能和导演相遇 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很幸运的一件事情 所以说除了演技上的提升之外 最近也确实在自己在热搜上看到自己的名字 看到自己的身影是一件很常见的事情 现在习惯这件事了吗? 还好吧 所以说看到自己的名字的时候 是什么心情? 是开心的吗? 因为我们也没上过热搜 不太知道这种心情 什么心情? 有没有去看一下大家对你的演技方面的一些评价 一些评论 大家好像 好像 演技 演技 有 有点害羞 我看大家就是大家对我的这个长相啊还有什么的比较好奇 就还是觉得就是长相非常的有观众缘 可能是就是因为这个电影已经拍完两年了嘛 然后他就是到现在才播 所以大家比较好奇这个新萌尼朗是什么样呢? 估计是这样子 是 所以现在你已经完全习惯说自己有很多的人喜欢你熟悉你了解你这件事情了是吗? 我还好 我主要是要把作品拍好 作为演员来讲还是要把作品拍成实力说话才是最重要的 对不对? 那刚才我们看到的是第一个礼物 第一个礼物是胶片跟一秒钟有着很深的缘分 刚才你也说到了猛女郎这个名称 所以说你觉得猛女郎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这个名称 我觉得它就是意味着我要更加努力 然后向我的前辈们学习 有这么高的一个起点 然后现在有这么高的一个期待值 所以说相信耗尊之后一定会用自己的努力来证明自己 对不对? 然后下面我们就打开第二个礼物吧 好的 第一个礼物很喜欢 那第二个礼物再来看看 跳哒哒哒 这是什么? 小红花啊 为什么送你小红花? 因为我的作品送你一朵小红花就要上映了 在12月31号上映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送你一朵小红花 对 耗尊送你的一朵小红花 明天就要上映了对吧 所以明天即将和观众见面 比较忐忑还是说挺期待的终于要见面了 我很期待 因为我也没有看过小红花 然后我也想去电影院看一下到底好不好看 小红花这个 对 所以说这一次扮演的马小远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她是一个就是现代的一个患癌的女孩 然后但是她很阳光很积极 然后对待她身边的人也是非常好 希望大家能喜欢马小远这个角色 我发现这个片真的特别受欢迎 因为从她最开始宣布定档 然后在之后每一次发无聊宣传的时候 好像都能够引发影迷的讨论和关注 我很期待大家能看到这部片子 因为我觉得它还是一个比较温馨 比较的感动的一个片子吧 然后大家也都非常努力的去完成这个作品 我相信肯定会和大家就是 有一部分人会产生共鸣 然后也期待这部片子能给大家带来一个鼓励 希望2021能更好 我发现浩存是一个特别积极向上的女孩 就是有很多的压力也好什么也好 她都会转化成很正能量的动力 然后再让自己不断地努力前进 而且我发现这一次马小远的角色 好像和韦一航的性格不太一样 无论是性格还是对人生生活的一些态度 所以这次跟千玺在一起合作 觉得怎么样 那个韦一航和马小远的性格确实不太一样 但是这样子的话 就电影就更好看了 然后千玺合作 其实我们配合的还挺好的 然后她也非常努力 非常的认真 你们两个都是我们电影频道 星辰大海青年演员优选计划的入选者 觉得跟她在一起合作 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最大的收获就是看到了年轻人该有的这种 积极向上的态度 然后要向她学习 所以说你们两个在片场有没有发生比较有趣的事情 或者哪些事让你觉得挺难忘的 其实我们在片场上更多的是 就是戏上的交流 然后导演带着我们 这个把戏如何 会有吗 我有吧 更多不一样的 这个状态 也是M榜的这个 最具潜力演员奖 期待未来你能得这个奖项吧 谢谢 谢谢 我顺其自然 心态还挺好 我发现 好谦虚 所以我更喜欢 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这第三个礼物吧 好的 会不会是 你很喜欢你你来打吧 送你的礼物我打 咱们一起打板说电影你好 我们启用2021年好吗 好 你打 我还在 好的 我们分工明确 电影你好 你听这个 很想到吧 这是我们工作人员为你送上的 对 奖杯 这个奖项呢 是我们电影频道 特邀了100位 我们的影评人 根据今年演员的一个具体情报 评选出来的非常严格 刘浩存荣誉词 自小刺头生草里 而今见觉出棚薄 诗人不识凌云木 直带凌云尺道高 这是出自唐代诗人杜寻贺的小松 风尘难掩光滑 少爱且显早会 在这个性别模糊的角色里 刘浩存却以清晰的肢体语言 让我们看到一个孤绝的赤子 成为那片沙漠里最亮丽的风景 怎么样 是什么心情 没想到吧 对 没想到 也没有提前准备 获奖感言是吗 对 但是我相信这个最具潜力四个字 一定是对你一个非常好的鼓励和肯定 对吗 对对对 感谢电影频道 谢谢 很开心 那我们先坐下继续聊 好的 看到浩存真的是非常开心 因为去年我们的这个奖项 刚才也说了是颁给了一阳千玺 然后今年的话 浩存也有很多的芯片即将和观众见面 那在未来 想要挑战什么样的角色 或者想挑战什么类型的题材的作品 我都想尝试一下 就是希望自己能有更多的可能 所以说很多人说啊 这起点真的很高 无论是导演还是在一起合作的演员 都是非常优秀 特别有实力的定人 未来还有没有自己比较想要合作的定人 我不知道能不能很荣幸的 合作一下张国立老师 张国立老师 对 因为我之前看了那个张艺谋导演的《坚入磐石》 然后他就是 他在那里面试演一个角色 然后我觉得他的表演很厉害 然后很喜欢 就是想有机会能够向他学习一下 而且发现和这种特别优秀的演员在一起合作 真的能够就让自己提升很多 那在最后的这样的一个时刻 我们马上迎来2021年了 想对2021年的自己说些什么 希望2021年还能够一直努力踏实地拍好作品 然后期待电影事业会更好 我们也期待浩存能够为我们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和经验的表现 好吗 我再想问一下今天我们送的这些礼物 包括这个突如其来的惊喜 喜欢吗 喜欢喜欢 突如其来的是真的喜欢 所以说我们这边的内容就是这些 拜拜 祝贺刘浩存 刚才周老师也说到他的起点很高 是某女郎作为某女郎出道 那之后就是在明天 还有他主演的《送你一朵小红花》也即将上映了 还有之后的悬崖之上也在等待着上映 所以周老师怎么看待浩存的表演 我觉得我现在只看过他一部 我觉得这个的确他得到这样好的资源是很不容易的 这个就有点好像被什么 我们有个话叫什么被什么砸中了 真的是有那种感觉 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想就是联想到他未来的影片 是可能想别的某女郎像周冬雨张子怡甚至更早的巩俐 但我觉得每个演员是不同的 他自己的气质 他自己的形象 他自己的追求都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能拿以前那些作业参考 就他一定是会走自己的路 他的路可能会比人家跟人家相比会 我不能用坎坷这个词 但是肯定是不一样的 那我觉得我会期待他贡献更多的角色 然后把基础一步一步的打扎实 因为这么小的这个演员 我可能从我这个年龄会把他去想到这么小的孩子 就是我们一下子不要把他就是想的太完美 因为我觉得大部分演员都是需要在工作当中来磨练 所以我觉得他我们看到的作品包括明天那一部 我身边很多人已经看过了 得到的反馈非常好 所以我觉得我们我可以有很大的期待 但是我觉得我在期待的时候 我时刻要提醒自己不要把他想成另一个周冬雨 那如果说他塑造角色的话 您会期待他演什么类型的角色 我觉得他的形象 起码比如说跟张子怡跟巩俐非常的不一样 所以我是觉得他可能那个路子 可以走得更加的出乎意料 他比如说可以演些反派什么的 因为自从今年夏天出现那个隐秘的角落以后 你发现少年少女这个角色 其实不一定是按部就班 按照以前那种刻板印象来塑造的 你可以走出新的天地来 那我觉得如果他是在这方面有追求的话 他可能会想不要去重复自己的成功的道路 去闯一条新的路子 然后把他自己的表演的潜力给发挥出来 就是挑战一些更有突破性的一些角色 那获得了我们的年度最具潜力的荣誉 当然这也代表着大家对他无限的期望 也希望能够转化为耗存的动力 未来为我们呈现出更多面的角色和作品